阿莉莎 下面 有一個地方 奮啟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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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去那邊 吃那個便當 便當 哈哈哈哈 有名的嗎 奮啟固最有名的就是便當 喔 阿仔 阿仔 阿仔的便當 他會附一個便當盒 吃完就可以帶走 欸 然後在 比較特別的 比較可愛的 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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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貴 超貴 對對對 這邊超貴 因為老街通常都超貴 有沒有 奮啟固 苦 人生好苦 我記得你應該沒喝過這個 謝謝 好 好 好苦 所以全部都是你的 阿公的 不是 不是 對 我們是福建那裡傳來的 福建那裡 對 烏龍茶送福建那裡過來的 可是台灣的烏龍茶會比較有名 就是因為我們的茶都是種在山上 然後山上的話呢 因為日夜溫差大 嗯 日夜溫差可以了解 道理 對 因為溫差大 然後所有的日照 你夜騙說到陽光照射時間都短 OK 所以他不會產生那個苦的味道 好 所以才會喝起來比較順 比較柔和 然後 不會有那種 很 讓人家不能接受那種 土味跟澀味 嗯 所以台灣的烏龍茶 有名是在這裡 嗯 就是 海拔在怎麼 就是 第一 你只要是有的是在山坡上 跟平地種起來 還是會比較 一直講一直講 所以我們大概理解 大概知道 對 你好厲害 對 太厲害了 竟然連這個都知道 他 傑夫是 傑夫的媽媽 是客家人 蛤 客家人 然後我們 有什麼 有名的 有名的那邊是 我們當然要來台灣 對 對 美男人 對 所以他 親自動客家 然後 我們當然要來 然後 對 客家 客家 好 很可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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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tube的東西 看見到 急於3萬8000